最近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最近除了是来塔罗占卜所问的问题 还有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还有就是 去参加 调节委员会所看到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不知道你今天 平常的时候是开车上班 还是骑摩托车上班 无论你是用哪个交通工具 在生活中 那我很好奇 你保险了吗 或许你会跟我讲 这个时代 当然保险了 因为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上路 但是你所谓的那个保险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或许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强制险 但最近所遇到的问题呢 很有趣的是 除了强制险之外 你应该还要为自己 多加饱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可以叫做第三则论险 也可以叫做任意险 那它的好处是在哪里 以我这次自己本身所遇到的状况来说 我自己本身是骑机车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 我有意识到 哎 路上已经越来越多 很高级的车 转 左边可能看到的是宾里 转右边看到的可能是法拉利 那这些车 有可能是他不小心 有可能是你晃神 或许你就会跟这些车做碰撞 而除了你自己本身小心跟注意之外 有可能会遇到的是 马路上的伤保 然后还有最不能去碰的老人家 所以当你今天 有了任意险 或者是 第三则论险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 就不会在车祸发生的时候 造成你一些困扰 因为 目前的话 还有一些 你会意想不到的 保险黄牛的问题 他都会让你 大失荷包 就是荷包你会大失学 所以你可以检视一下你的保单 在上路 或许会对你的 生活比较不会造成负担 那在面对 一个 车祸的一个诉讼的过程中 你本身也不会 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 自己该如何去筹那些 医药费或者是修缠费 就把一切的东西交给保险吧